这个享受孤独 舒本华的结论是 这个财思卓越之事 对吧 往往都是偏好孤独 孤独对他们来说是 简直是生活的必须 我倒给他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爱因斯坦 你看这个爱因斯坦 他老婆也是贤妻良母 但是你必须接受爱因斯坦的一个毛病 或者说他一个习惯 这都会不见几天 即便在家里 他需要家庭生活 他都能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太太你必须适应他 就是他必须每天 首先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一个屋里他独自思索 而且有的时候他出去一个星期 到瑞士还是到哪 他一个人在一个船上 就划着那个小船 他大概考虑这些物理学的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他的太太 按说夫妻感情即便很好 也很觉得就是说爱因斯坦这个人 就是他有这个凡人生活 我们夫妻生活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也总觉得他有一个部分 就是特别毒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舒本华说的那种 你让这种人天天跟这个 所谓平凡的社交生活 那对他来讲有时候对他的性灵 是一种伤害 没有平凡不平凡是一个考虑 另外是什么 幸福感 你要不要那种幸福感 幸福感有时候对你伤害的 比方说你们见过了帕穆克 帕穆克 他那时候跟他前妻 因为他离婚了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前妻这是他当时女朋友 不晓得结婚了没 在美国读博士 他跟着去 后来他说什么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过着像夫妻生活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是几乎是他生活里面 创作生活里面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不是不快乐 是最太快乐 太幸福了 太高兴的说什么也写不出来 对 他说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他幸福的这种爱情 婚姻生活 完全妨碍了我的创作灵感 那最后他的应对是怎么样 就在家附近 那是后来 他刚没有钱去找一个写作师 他怎么样 每天早上还是穿好衣服出门 出门干什么 走15分钟的路 然后再绕回来 再走回来 他那种自己感觉 他不是生活跟写作都在同一个空间 其实是同一个空间 可是他走了这样半个钟头 他就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好像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好像环境变了 好像去了上班 去了工作室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太幸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个作家 他有平台可以去说他的感受 那他老婆有没有平台说他的感受 我没注意他平台 因为对啊 你像那个沃尔夫很多年以前就说 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对吧 就你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困惑的 就是其实你分不分的清 什么是寂寞 什么是自由 就有时候你觉得 你想要一个人陪伴 你觉得你是 你失去的 你想消灭掉的那个东西是寂寞 结果你失去的是自由 其实他是在一起 我给你们这个大胆的披露一个丑闻 不是我的吗 不叫丑闻 但是就是我提供一个标本 你们可以帮我分析 我知道这个孤独和寂寞这个词 但你信不信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可能有病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虚 所以呢 我老把自己填满 就是鲁玉问我 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我忙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可以两个星期不下楼 但是我可不是空 我没觉得孤独啊 我每天的事情啊 你看每天很烦的 你早上起来还得吃早餐 对吧 然后呢 你吃早餐 你一会儿要看看这个画 一会儿要得看看那个书 还有那么多集的那个英剧 美剧 中国电视剧 都储存的看不完 还得准备圆桌派 然后每天必须要走一个小时跑步机 就这个我你知道吗 我可真是 三点动人 虽然就是去朋友邻居家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出去 又想着那儿还有几个朋友嘛 要见人了 你知道吗 会有点小兴奋 好久没有闻见人味 那闻到你说我这个是什么病例 这不叫病吧 但是你看 不不不 周围人 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讲 孤独啊 寂寞啊 好像是 不是 我们讲那个孤独 还不是说一个人觉得闷啊 没事做 或者觉得自己 没有办这种孤独感 孤独感不一定是 孤独感有时候是什么 是明显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人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小时候 第一次体会到孤独 恰恰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人 是因为在人海之中 我骑着车 在有一天放玩家 回学校的路上 骑着车 看到身边很多车 很多人 经过了一些同学 忽然之间 我好像意识离开了身体 在后脑勺看见自己 我其实跟这些人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就是一个人 你看见了我 对 我看见了我自己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 意识到孤独 很多城市青年有共鸣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他们的一个定义 就是叫说我为什么老觉得寂寞呢 寂寞就是周围全是人 甚至周围全是熟人 是同学是朋友 可是我仍然觉得很寂寞 我仍然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 这叫孤独和寂寞 这是其中一个他们的定义 那个泰格尔的诗嘛 他说什么 那个怎么说的 走上街头 意思说这个 就是人朝人海 但没有爱着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爱着 就是街上全是人吧 就那个感觉 但没有爱着 他是这样来形容 那就是共通的嘛 中国老话不是说嘛 伤师满天下 知子无一人嘛 知交又接人 对啊 你都会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我并不觉得 那是一个那种 觉得没有人了解啊 没有人知心啊 而是你只是意识到自己是 是一个个体 其实很多人 你们都说到非常抽象了 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独居 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离开了自己的根 他没有家人住在一起啊 他是北漂也好 他其实是没有 他周围没有人 你这特别好 你帮我把这个话题又转回来了 我刚才讲啊 就是那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的咱不管 别管 对对对 别管意思 让他们孤独去吧 我说的是 极大多数人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实际上呢 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改变 比如说从这个十几世界 资本主义生产 人的就原子化了嘛 人就个体化了嘛 而且呢 这个人跟人之间呢 也有越多的 其实是对自己的生活 这个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你比方说 有一个女士啊 她是客观原因 她跟她的老公 这个两地分居 两地分居呢 时间长了之后呢 她就跟我讲 她说就是像我们这个 三四十岁的人啊 她说其实我后来觉得 开始还想掉到一块 后来她说我们都不想 就是这样就挺好 她说我告诉你什么啊 她说这个 现在呢 她一年 其实飞过来很容易 她说但是她每个月 回来这么一个礼拜啊 实际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你知道吗 我习惯了床是这么扑 我习惯了牙刷放在这儿 我习惯了每天早上 我可以这个穿着睡衣 或者穿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厨房 自己随便弄个什么东西 或者今天不想吃早餐 就不吃了 对吧 她说你真是老公来了呀 就是她说我发现我很别扭 就很麻烦 甚至觉得恨不得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有个朋友 她是长期就是做太空人的那种 就是自己呢 在北京打聘 然后全家人呢 在国外居住 那么后来呢 住久了之后呢 她家人包括她太太呢 就说哎呀 夫妻分开了快二十年 这总是不是太好 这个不如还是住在一起吧 又回来北京 大家就住一块 就住一块的时候 没多久就容易深摩擦 那么而且是常常有时候 就有些小吵闹着 你知道他们怎么解决 自己的吵闹问题吗 他们过去啊 夫妻常年分居 但是养成一个习惯 就每天通电话 每天通电话 二十年来长途电话 然后有时候还聊得挺长 而且很开心 就每天就夫妇感情 每天半小时电话 很快乐很满足 于是他们住在一块之后 每回闹矛盾 电话说电话说 各自找一个房间 打电话 然后现在他们住在家里 住一块 仍然保持着在家互相通电话的习惯 两个房间是吧 对 我这是标本啊 你就这样 太太在那儿呢 不是到了晚上说 大嫂原来这样 我们是用那个通讯讯那个软件 就说约吗 约看电影 约在客厅见面 然后好 我们家是不是大 对 那个形状长形的 把他压别 我们等一下约在会客厅是吧 行我现在叫 三分 三分钟后 听上去过上了李嘉诚的生活 三分钟后在客厅 我现在叫John去准备一下马车 我叫飞庸 准备咖啡 然后再在客厅见面 没有李刚说那种情况 当然很特别 分开二十年 坦白讲不同的人 所以我们说回现在的年轻人 我问很多年轻人学生 问他们都听很多 都是说 以后交男朋友女朋友 娶老婆家老公 最好是能够不经常一起住 能够独居 就像我们刚说的 就住得不远的地方 吴迪艾伦的电影 或者吴迪艾伦 几十年前就是这样 在曼哈顿他有钱了 所以那是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来越普遍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什么 你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牵揍 因为我刚说了 独居十个好处 十个坏处 同居十个好处 十个坏处 那你那种共同的 相依为命也好 互相照顾也好 甚至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那很重要啊 就等于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买票去听演唱会 你在家里其实可以看到了 看到演出什么什么 可是我们希望跟我们的偶像 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存在那边 其实我们当我们谈爱的时候 就是这样啊 我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 我们存在在那边 or do something 一起做一些事情 吃饭看电影 可是你们要付出的 你要牵揍的 你刷牙还是我先刷牙 你洗碗还是我洗碗 现在的二十来岁的人 基本上不愿意付出嘛 付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委屈 对了 而甚至不是牵揍 是委屈 你讲的 你看义军 我是60后 你是90后了 这是我自己能感觉到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我们希望女孩子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意识 谁说女孩子就是要伺候男孩子 我第一个就不同意 对吧 咱先把这个理想师讲清楚 接下来就要说特男权的话了 不是 不是 但是我的确是真的发现了 你看 像我们60后的吧 那个时候大学啊 班里的同学 谈恋爱的模式 往往都是说 谈恋爱上了吧 这女孩跑到我们男生宿舍 脏不叽叽的 一看就是爱自己男朋友 就给男朋友洗衣服去了 甚至把男朋友同宿舍的这几个男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 当女仆去了吗 他不是女仆 他是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 那个观念不一样 就觉得 哎呀 你们男人就是不会生活的 女孩子呢 是会生活的 弄得干干净净的 让这个男孩子有面子 不管是什么吧 是这么一种生态 这种生态我要批判 这种生态我不主张 我不主张 但是呢 真是 我现在感觉到 有人跟我说的是另一出 就是说现在谁照顾谁呀 都是儿子女儿都是爸爸妈妈的金宝宝 你知道吗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吧 咱们就像留学生他们最明显 说那个比如说90后的 00后的这个有些女孩 你见过他们那卧室吗 哦 我最近见过一个 我能理解吗 你知道吗 跟核爆现场一样 我能够理解 那家伙 就是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 所以现在的男孩子也在转变 没谁觉得天经地义的 就是说 谁该照顾谁的生活 甚至男的你得照顾女的生活 对不对 独身一代的事情 对不对 最近是 我是有一个 那个 有个女孩子 我在他们家住了一夜 然后她在跟我聊她 这个失恋的事情 我在想 就你们家这环境吧 恐怕还是得失念下去 男孩子看了就想走 所以说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真的是 你看到就平等了 平等 而且呢 你会觉得平等了之后呢 独立也就出来了 或者就是 就是独立感 我给你看一个数字 就是你看 近十年内 你就知道这是个趋势啊 全球独居人口增加了33% 其实咱们中国现在 还算是比较传统的了 就这个比例在14% 但是我想说 它其实我觉得很 它为什么发生在中国 印度啊 这些你看到了 它就是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人口 突然暴增了这些国家 没错 而且都是 对不对 就城乡差距比较大 对的 所以这个流动 变得很厉害 所以我想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独居现象 有时候要理解为 它不一定是一个 它不一定是那种说 我以后就打算独居 而是这是一个现在此刻 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 就像一军你刚才讲的 他从农村 比如说来或者县城 或者一个三线城市 到了北上广 念书工作留下来 那它不独居 它能怎么样 那又为什么 现在流行青年公寓 跟共居呢 这种qualifying呢 那是因为独居的成本 其实还是很高 在北上广 租房子很贵 所以几个年轻人 合伙租 就有这种情况 它对了 它就有的人际关系 其实全部被产断了 它要面临一种 新的人际关系 它又有点小心翼 它不可能来了 你就结婚买房 也不可能嘛 我最近跟一个 经济学家聊 他给我看了一些数据 中国确实是 现在全世界 就在过去大概20年当中 人口移动 最大规模 就是这种 流动性人口 城镇化最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中他就说到 你看中国 其实南北是有差异的 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在南方 上海浙江这一带呢 其实情况还好 比如说你是从外省市来的 你这种互漂 浙漂或者什么 因为上海 就是沿海这一带 它的这种中心城市 这个一线城市 会慢慢发展成一种 叫城市群 就是它这个城市的概念 在扩大 周边也会慢慢慢慢 出来一些卫星城 长三角 珠三角 而且呢 这种城市群 和核心地带的差异 其实越来越缩小 尤其现在有了 这个物流以后 他们很多人就说 不愿意在这市中心 待着 我要什么 就是我在网站 都可以定到 这个差异小 就是很多人离开家乡 来到这个大城市 住在斗市之中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里边也有小而美 和小而烂的区别 真的 我就觉得 你看我还是给你看照片 有一个女孩子 她租了一个三十平米的 三十多平米的 你看 这么大 刚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烂七八糟 香港人来说挺好的 然后你再看下边 就这墙皮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看 她坐下来 她用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吧 自己呢 自己把这个墙皮 烂墙皮啊 给油漆 粉刷 就说哪怕在一个小小陡市之中 生活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而且呢 自己在小厨房 自己随便给自己做点吃的 你看 几样小菜 就是她也可以 做三十平米的一个小房间里 她也可以 三十平米真的不小了 三十平米完全足够 做她现在做的事 当你有三十平米呢 你当然这个女生啊 先说增气 两个字 脏黑 这最重要的嘛 不管你有钱没钱 都要增气 她增气 然后问题是说 三十平米已经足够 她而且有这个动力 让我把这三十平米弄好 去过一个比较快乐的生活 当你到住八平米的时候 你跟我讲增气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布置啊 我八平米的房间 吃喝拉撒 睡都在那边 我甚至几乎等于站着睡了 棺材房 冰箱房 我住过七平米 在香港吗 在广州 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第一个中介带我去看房 那也很差的地方 她说哎呀 不要担心了 刘嘉玲以前也住这儿 你知道我最早 刚到香港 公司给租的那个房子 我知道 四十多平米 还两房一厅 我跟这个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 黄小茂 是吧 跟小茂 我们俩 你知道就是我们俩住的那个是空姐的房间 那个地毯呢是紫色的 墙呢就是是那个也是紫色的 我们住在一个紫色的房间 你知道俩老爷们俩男的 朋友们睡了之后都觉得很诡异的时候 又那么小 你看就别扭 你知道吧 打一个电话号码 对吧 她老抱怨我 说你跟哪个女的打电话 一打打几个小时 一打打几个小时 我根本没法跟我家里联系 老站着线 是吧 等等 到最后就这样 你看住了一年 就各本东西了 就发誓 已经很难适应住在一起了 必须独居 因为这种情况啊 在香港非常普遍嘛 那香港呢发展出 大家很灵活 也很体贴 比方说 你家里一个女儿 有爸妈什么有兄弟姐妹一起住 然后你交了男朋友 大概 大概都知道的 会吃饭的时候 女儿说 今天晚上我男朋友来 八点半过来 大家都你一眼 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都懂了 男朋友八点半来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八点二十五分 就各自找理由出去 妹妹就说 我去蹭K 弟弟说 我去踢足球 爸爸说我要下去看大妈广场舞 那大妈其实就是她老婆 她老婆丢给她看 我只体会到一个最实在的 就是你知道 我不是 就是刚才说 就是我有时候闹这个 有一次嘛 那时候闹点这个心脏病 也不一定是心脏病啊 可能是心脏神经关灯症 是吧 但是就恐慌嘛 恐慌 我发现那个时候 这个是独居的一个客观问题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在北京有好几次 因为你很恐惧嘛 你很恐惧 所以到最后发展到喝白酒啊 就是心跳 心跳一百多下 其实喝白酒就心跳一百多下 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你分不清 你分不清 喝一百多下 又觉得是不是要发作 然后呢 到最后后半夜睡不着 前半夜是酒精的作用 后半夜是恐惧的作用 我的天哪 我就抓着这个手机 就看着这个准备打那个急救电话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说这玩意 这我要这么过去了 那谁知道啊 谁帮你报急救的 收拾遗嘴 这个 你真的时候 哎 你记得吗 张爱玲就是死了两个星期吧 才被发现 才被发现 就是在 在香港不是有老人家按那个什么钟吗 对啊 平安钟 平安钟 我们叫平安钟 你以后也可以 好像有些国家有个表 你要摔倒了 也可以按一下什么 那这倒是城市服务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被独居人士啊 我见过的就是真的我有一个老师 就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我见过的真的 我发现是他可以一个人孤独过一辈子的 就是我一直试图就是找出破绽 但是他真的就是很独立 他一直是一个人住 然后呢 他可能过去也有谈恋爱 但是也最后反正我也没有多问啊 就一直就是反正没有住了 也现在就是一个人 他每天在家里就听歌剧 就已经是退了休了嘛 就是每天就是听歌剧 然后每次你去找他 你进门 你说啊 然后他说啊 这个歌剧 他说啊 过一会儿那个天堂就要崩坏了 一会儿就要怎么怎么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 他有一丝的就是那种 就是需求 他觉得要打破这种生活 除了他不停去旅行 还有我发现他回email 就回邮件特别快 而且会写一大堆 你写一句话 问他他写一大堆 觉得好有时间 除此以外 我就发现他的那个感觉 就是他 我们讲的这个无欲则刚啊 就是他好像对外部世界 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活到他这个份上 他也不需要再为 什么公民利路去忙 也不需要再建立 任何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就是一个人 我真的觉得这种状态 他可以享受 就是我觉得他是 对我来说 他是蛮 就是挺偶像的 就是说人真的可以 活到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差别 传统上讲 人是不是还是天性 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还是需要伴侣的 甚至还是需要家庭生活的 我们不知道 有些人很显然 一辈子一个人没有问题 很健康 那么这是一类人 但是会不会也存在一类人呢 真的要是长期一个人在屋里 长期一个人在屋里 他会有问题吗 不会吧 有些人肯定没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比如说至少有一些人就可能表现出性格上的这种极度敏感 那当然 就对别人的那个一个一个话呀 就是你老一个人住啊 你对别人的刺激容易放大 就会 这是有些心理学家的归纳 这显然也不是指全部的人 那你刚才也说嘛 尊重每个人的差异 最好是什么都有 像你讲到你那老师在英国 像牛津大学的女性主义译者 小说家Murder Iris Murder 他去世了 很重要的作家 他老公也是留情教授John Bailey 后来也拍成电影嘛 叫爱逆斯 For Iris For Iris 反正回忆他老婆 他们在大学生的时候相爱结婚 然后呢 他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 他说我们夫妻关系那么久 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 在一起孤独 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说法 可是Alone OK 然后呢 在一起 在一起孤独 那种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 虽然在一起 也可以相依为命 可是也有自由的 时间跟心理状况 还有更具体呢 他说 因为我太太 是写作的 是有创作的 她需要一个灵魂 很自由的 所以我们是夫妻 可是大概每半年呢 他要去刘津 外面一个地方 一个社区那边 里面有画家 音乐家 各种的人 他就去那边 一个礼拜 或说两个礼拜 我不会问他的 我知道我问他 他也不会讲的 我也不问的 反正他一定要半年去 两个礼拜一次 失踪了 然后回来 回来了 他又能够重新的创作 捡回他的生命力 所以这样不是最理想的 对不对 又是在一起 又在一起孤独 可是每半年又可以跑出去 自己找寻自己灵改空间 对 其实是生活在进步 就是你过去 其实很多大家庭 也有很多大家庭的心酸 包括就是他们讲的 你不得不融入一个集体生活 或者一个社交生活 这对你自己 也有很多性灵上的伤害将就 但是现在有了条件 能够让人每个人 自己有一个小世界 不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 更现实的来看 像你刚才说 你当你生病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这可能是个独居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 现代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就是一个家庭的功能 不断地被剥离出去的状态 比如说以前的人 生老病死都在家 后来我们大部分人 现在生不会在家生了吧 死也不会死在家里面 病也不在家里面养 社会化了 就社会化了 那么于是家庭很多 本来需要别人提供 大家彼此互助的 这种功能也在不断被剥离 比如说在我们看到世界上 刚才我们说这个世界上 独居的情况 比较厉害的国家 除了发展中这种国家之外 还有一些是什么 像日本那种 它是怎么样 它是整个家庭的功能 都能够被外包了几乎 当我按个什么钟 就随时有人来急救 当我整个老人宿舍 已经那么紧紧有条 当这种甚至有很多的家庭设备 就是从独居老人的角度来设计的 就是你所有的需求 都可以由陌生人来满足 陌生人提供或者是科技来满足的时候 你是还真的很需要别人跟你一起居住吗 所以说你看 这是个整体系统的一个发展趋势 对吧 一方面客观上 一个个人为单位 家庭单位越来越小 但另一方面 社会服务也在越来越跟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说越富裕 越发达的地方 他为一个人的独居 创作了更多的条件 可是这个我觉得 有需要再讨论下去说 反而在这种情况下 我看来更能够有理由 让你不独居 因为不独居 共居已经不是一个那么现实的 互相照顾的需要 而变成纯粹的关系 好浪漫 这是共同体相依为命 我这样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我病的时候 你来照顾我 不是为了我死的 你替我收尸 不是为了吃饭 你替我弄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在这个空间 太太在点头 大嫂在点头了 说得好 说得好 他平常都这么说 老婆都来了 真不一样 对 对